大家好 我是沃尔基五百周月一册 今天是7月7号 7月7号是小鼠 所以这场球赛是早上六点钟摇的 为什么? 昨天已经讲过了 今天再讲一次 不然这个挂 昨天就一起推上来了 今天是7月7号 昨天是7月6号 7月6号是5月 7月7号小鼠那就是尾月 这个就是尾月 假如昨天摇挂的话 那么牵涉到五月和尾月两个月 今天摇 这个五月就没有了 那就是这些尾月发生关系了 少一层重要的东西 所以一定要放在今天早上五点钟以后摇 为什么? 五点钟以后才是小鼠 意大利这场球赛结束了以后 那就是五点钟 昨天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比赛 一比一啊 欧洲杯马上就要结束了 本频道不会因为欧洲杯的比赛结束 而不再预测体育比赛了 体育比赛将一如既往的进行 这两天要加一场每周杯 这两天要加一到两场每周杯啊 穿插一下 那么乐联赛要穿插进去 那么到奥运会吧 还有十几天的时间 还有十来天的时间 中间要穿插几场每周杯 NBA 六联赛之类的啊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这个英格兰队丹麦队 那么早上六点钟摇的挂 三天大序 三摇四摇两个摇动 那么我们来看他的赔率 一块六毛七对三块七毛五 五块五 亚洲盘口啊 九毛对九毛六 半夜球 半夜球啊 这个挂象来看 英格兰队肯定能赢 主胜 但是这场球不好打 昨天的这场球 意大利这场球 我首选是平局 能打 选平手盘能打 走盘 是吧 走盘 昨天的这场球走盘 不赢不输 选一个平手盘 昨天是一比一平 那就是不输不赢啊 也是皆大喜 欢喜 我们下注 首先要考虑的是 不要去赢多少 而是要避免多少损失 如果昨天这场球 你不选平手盘的话 选平半的话 水位虽然高了 打平你就输一半了 如果选择水位低的平手盘 没输赢 不输 不要去追求赢多少 一定要保证自己 少手损胜 所以昨天的这场球 还是能打的 今天的这场球 就不太好打了 虽然英格兰是主圣 他这里放的是半夜球 打平英格兰全输啊 所以首选是主圣 主圣是没有问题 一定要防一个平局 主圣平 圣平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搞不懂 圣平是什么搞不懂 圣平那就是英格兰圣或者是打平 是这个意思 由于这个欧洲杯的比赛是 一时性的 很多的朋友 平常不看足球 那么一时性期 跟着下注 所以对 足球方面的这样的专业用语 不一定懂 圣平那就是英格兰圣 或英格兰平 是这个意思 那么由于他的这个 一块六毛七的这个赔率在那里 放半夜球 一旦打平 不管你是零比零也好 蛇比蛇也好 打平那就是全输 一比零的话 是英格兰赢一半 零比零或者一比一的话 那就是英格兰全输了 所以像这样的一种情况 要打串 要打串 圣平一起下 我上次说圣平一起下 有的人是圣下注多少 平下注多少 有为我的本意 打串 是圣平一起下 并不是让你独自的 两个盘口一起下 两个概念 这个下注 是技术活 同样的东西 由于下注的不同 一个赢一个就是输 所以圣平要一起下 打串 就是过关 一起下 并不是让你独自下 我们首先要保证少少损失 然后再取得去求取最大的利益化 我们很多的网友 就知道去取得最大的利益化 而获利了 怎么去避免损失 这个英格兰和这个丹麦的这场球 圣平 打串一起下 不是让你单独的下 像这场球 单独的下 譬如说 圣 下注一百 平 下注一百 万一他打赢了 你全输 我跟你讲 打赢了全输 下注一百 这里的一百 全部吃掉 这里赔你六毛七 你还是输 所以大家自己考虑清楚 不要去贪 今天 这个英格兰和丹麦这场球 胜平了 这场球就讲解到这里 下注一遍 下注一遍 下注一遍